心理没进步 心理是没改变 圣经说我从古代到现在 我是没改变 没改变你怎么会一直变 这个就是 渐进的真理 启示的真理 就是说 心理没改变 但是我们人对心理的了解 会随着环境会改变 所以这个你要了解 我提前一个人 在丹义里出来面 丹义里想起到 我也是想起到我的国家 常来是别人做的 我国家会忘记了 你的泡泡的声音 你说日纪若我七十年 我的国家他就再回去了 他在起到这个事情 丹义里说 哇 你 我不看得出这么冷静的 不然我这样开去了 你给我问你的国家 我说丹义里的国家 我连全世界的家位 我这次都说你听了 就说丹义里了 你看丹义里所做的一句 上帝他说 世界要继续 要看这个时候 有两个很快的记忆 第一个就是 人会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很快走来走去 往来奔跑 趴趴走 四季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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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个代表 叫做地心的国家 这不是 丹义里那时候 最后跟他说的时候 他会听吗 他听不懂 所以说没有生存 人一直走一直走 他说哇 不要疼心一直走一直走 他那时候丹义里的时代 他觉得我了解 什么叫做婚婚婚婚 他没有了解 他没有了解 他不知道原来圣经 那几千年前 最后跟他欺負的 那是在未来生的 那是到现在一世纪 原来最后 说是婚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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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婚 再有很多人 一次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这样啦 那你现在说 哇 做婚婚婚婚婚婚 那是因为现在 你就不要说我更久了 身体会够更好 最后到台湾四季就够了 我告诉你 对不